中二美国司法部对信用卡公司Visa提起反垄断诉讼 指控Visa导致商家和消费者的成本上升 司法部指控Visa利用其在美国借记卡市场中的垄断地位 强迫商家和银行使用Visa的支付系统 并限制竞争对手的发展 违反了谢尔曼反垄断法 综合报道